我們先拿起來之後 然後先對著 對著之後稍微拍底 把它擀開 不用擀得太大 大概這個大小就好了 那我會一次可能擀個四五個這樣子 就大概這個大小 把它對著 那你也當然你如果要一次都擀完 也可以這樣的話 就是第一個它鬆死的時間會比較長 把它對著 那包餡的話 就拿起來然後拿一個餡 包在中間 然後一樣 去做一個收孔 做一個收孔 那一般我們包圓形的月餅 就是就到這樣子而已 那我會建議這邊 你稍微把它搓成一個圓形 稍微把它搓成一個圓形 稍微把它搓成一個圓形 那搓成橢圓形之後 我會先把它壓扁 然後 一下擀 是我們要的寬度 之後再側過來 才是我們要的長度 那 這一面是正面 你發現就是擀了兩次之後 它線要有一點 要往上跑出來的感覺 那這時候我會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 然後順便拉成一個 長方形 然後再開始擀 擀我們要的長度 大概是這個長度 大概是14公分左右 14公分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做 是一個折的動作 那折的話 就是我們稍微把它蓋過去而已 蓋過去而已 這樣子 然後再翻過來 翻到正面來 再稍微 稍微順一下而已 沒有擀得 擀得很 很長這樣 稍微順一下 就成為一個這樣子的長方形 大概長度是 10公分左右 那寬度大概是 5.5 5.5所以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 完成之後 我們表面 擦一些蛋白 擦一些蛋白之後 這個是椰子粉 然後直接拿起來 沾椰子粉 沾這樣子 那就直接放 直接要搓洞 直接放烤盤上 放烤盤上 然後我們 完了之後 然後搓洞 擦子 我們會拿這個擦子 在上面 搓洞 大概 這樣三個 就可以了 ok 再示範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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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